竹山里产竹文明 竹子除了是能生产出 损值之项有值农产品外 更能做许多运用 像是竹乐器就是其中之一 而竹路竹乐团多年来 也是积极推广竹乐器 近期在文化部经费补助下 乐团走入校园 进行推广演出 希望让孩子们也能够 好好体验竹乐器 欣赏竹音乐之美 认识这项竹山特色文化 竹子是竹山的面脉 可以在做手脑来吃 可以在玩 竹山里产的面脉很严格 它竹下声音很柔和 也是以前的环保乐器 因为我们这次就是 有文化部 指导的文化部 还有竹山镇公所 赞助这个经费 到校园去推广演出 那个学子 头一天听到 我们竹山里竹下音乐 已经早期 他们在做年车 以前抓好牛 现在孩子们也不知道 都抓好牛 一些竹音乐的声音 巧妙跟竹乐器的介绍 但学子知道 我们竹山是竹子为主 这是我们重要的一面脉 在学营业当中 学生 然后也直直的音律 它的优美感 让它在读书方面 有进一步的 对竹山的了解 跟未来的希望 主族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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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孩子们更加认识家乡特色 并提升环保观念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瑞祖国小 然后这个活动总共有瑞祖国小 还有瑞祖国中还有统头国小 一起来参加这个竹音乐的推广活动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竹音乐呢 来传达说 其实竹山镇是在一个非常幸福的环境里面 我们有非常好的竹子的自然资源 那我们除了演奏以外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制作乐器的方式 跟大家来做一个推广分享 希望说我们多多使用 我们在地的这么好的资源 这么好的竹子 来让自己生活变得更精彩 让整个竹山镇变得更幸福 那因为竹子啊 其实是一个大自然 给人类非常好的礼物 那同时也是近年来 全世界推行的 非常重要的一种环保材料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说 透过竹音乐也同时来宣扬 这个环保爱地球的观念 让这样子的观念 能扎根于我们新一代 现在营业的事情 比较没那么环保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会债利 短一时间上的变迁 时代进步 现在已经都被淘汰 都限制 都塞加的东西 那我们组织组织团 就是求以前的复古 就环保债债债债用 那个变得 虽然吃一变得也可以用 就是环保救地球的原理这样子 变高还是变低 变低还是变高 变低了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把一片竹片 调低的方法 很简单 就摸它中间就好了 在竹路组织团走入校园退港活动中 除了有弹奏织乐器 反讲组音乐 让师生们好好聆听之外 更安排了组乐器调音体验 让他们升入认识组乐器的特性 他的竹子是环保乐器 他声音比较特殊 它很奇怪 像像一般乐器调好的话 它有时候声音会走掉 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那个竹子打就没办法打出来 就是像人家热胀的你说 所以一般乐器有办法调音竹子 乐器就相当不简单 它调到感人不感 调到既就算了 该般比如说奥福啊 谈波他们还可以调 竹子系下去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要克服这个问题 从调音方面 从那个气候去几样去修补 把那个竹音乐修补好 演奏最好的这个音乐 透过此次活动 在竹子竹乐团的分享下 童头国小的孩子们 欣赏过竹乐器所演奏出的 好听竹音乐后 都感到相当特别有趣 成功吸引了他们学习意愿 都希望有机会 也能够来制作竹乐器 并学习如何弹透出 好听的竹音乐 我这一次看他们表演 我这一次看他们表演 我觉得很羡慕他们可以敲那种竹乐器 我没有敲过我觉得很好奇 很想要敲敲看 他的声音很好听 全部的竹乐器合在一起的声音很让人着迷 我很喜欢 我们普通学的乐器 它不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的话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技术 但是竹乐器它的材料非常接近我们 所以只要有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 还有数学知识 其实就可以做得非常的完美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 而且也可以跟我们生活结合 也可以打发时间 所以就会有想要学习 竹头国小校长王爷认为 竹子是地方代表性职务之一 深居地方文化特色 很荣幸能够出成此次竹路竹乐团 走入校园的推广活动 让孩子们好好来认识竹乐器及音乐 也期待日后学校所发展的陶笛特色课程 能与竹乐器来合作 将竹山特色透过音乐来做呈现 我们身在竹山路股 其实竹子是我们很重要的 很珍贵的天然资源 那在许多的表演场合里面 偶尔的机会遇到竹路竹乐团 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 然后加上罗团长他非常积极地跟我们接洽 于是我就带着他到各个学校 去接洽表演的场地和时间 那这次我们瑞竹国中瑞竹国小 以及铜锣国小三个学校联合在一起 那享受这样的一个竹路竹乐团的演出 另外很重要的是 他还带来许多DIY 包括竹乐器的调音竹片的音高 那是很好的一个所操作的素养导向教学 跟科学跟艺术都有关系 那我们很幸运的今天带着孩子们来体验 那我们觉得竹山的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 尤其是在团长还有政长 还有议员的支持之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能够继续推广下去 希望能够继续延伸和推广 其实在我们竹山有许多发展特色乐器的学校 有发展竹乐器的学校 有社林国小以及中和国小 那我们竹头国小是以陶笛为我们主要的发展特色 陶和竹其实它都是很温润的 就是对整个身体像五行方面对我们养生调养都有很好的疗愈效果 那我们在几次的演出机会当中 其实我们用热门乐团跟竹乐器也曾经做过合作 那很希望未来能够用陶笛跟竹乐器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成为我们竹山最亮眼最精彩最响亮的音乐 瑞竹国小已发展查一课程文明 校长师俊吉也认为 此次逐渡竹乐团走入校园推广竹乐器 分享竹音乐让全体师生收益良多 期待日后有机会也能够结合竹乐器 推广才艺文化 展现竹山的地方特色 感谢竹乐团带给我们热竹国小朋友 从演奏然后乐器的制作调音 最重要的是让他了解到竹子的成长 甚至进一步让我们竹产业 对于我们家乡的重要性 孩子学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愉快 收获也非常多 非常感谢安北站的活动 让我们全体师生受益良多 其实我们未来可以考虑说 是我们的茶艺表演 跟竹乐器可以做一个结合 当然我们目前初步的做法 是把竹的材料 融合在我们的茶区上面 譬如说我们可以做那一个 就是小小的花瓶 用竹子来做装饰 然后呢我们竹的材料 可以来做那个茶的器具 让我们竹山的茶产业能够充分融合在我们的茶艺的文化里面 我们非常期待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都是配合比较传统的 就是西方乐器群 要是能结合我们在地的那个竹山的主音乐的话 相信能够更呈现上我们竹山的文化的特色 透过竹乐器所演奏出乐 动听的竹音乐 让瑞族国中的孩子们感到如痴如醉 他们也认为竹音乐相比其他乐器所演奏出的音乐 更加具有温度 且代表家乡文化特色 使用你有机会也能来做学习 之前就有去竹山文化园区了解过竹音乐 这一次来的话印象更深刻 也感受到那种有余音绕梁的感觉 让人感觉盛心音乐 它的音色吧 跟我普通看到那种乐器都不太一样 更有那种共鸣的感觉 而且这种乐器又特别的有特色 而且还自己家乡就觉得学的也不错 我觉得今天听完他们的表演 我觉得非常好听 因为就是第一次听到这种 这么优美的音乐 就竹子打的音乐就是比较有温度 我觉得这种音乐我会去学习 因为就是弹起来会让自己可以把心情舒压下来 瑞族国中近年来为了将竹山特色竹文化 来做更好的推广与传承 让孩子们能够认识家乡产业 在寒暑期 都会透过文化局经费补助下开办个式竹艺课程 此次带领孩子们前来瑞族国小 现场体验竹路竹乐团的竹乐器及音乐 瑞族国中校长刘松燕也认为能让孩子从更广的面向 好好认识家乡竹文化 所以肯定活动所带来的效益 我们现在每个年寒暑教都有跟文化局申请兼费 学生会学习制作一些竹艺的手工艺 比较大的比如竹椅 或是比较小一点像竹篮 小的竹篮 蜡竹台 这些其实我们都有在推广 希望有学生进入这些手工艺的小物品 知道家乡文化的丰富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跟学生一起分享 今天竹物业团带来的竹音乐 那我们知道竹子在我们竹山是个特产 竹文化竹音乐是我们这边文化之一 那我们希望借有这个机会 让学生知道说偶远来竹子 除了竹艺术之外 后面还有丰富的竹文化 不但是艺品也可以是音乐作品 也可以是艺术作品 那希望借由这个能够自己的认识家乡 原来的文化是这么丰富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以后在外面介绍自己家乡的时候 那就可以把家乡的特色全部介绍出来 同时他也会为自己家乡 他这么丰富感到那个骄傲 而对于竹乐器的推广 竹都竹乐团积极投入不遗余力 近期也正在于竹山国中接下成立竹乐社 让学习竹乐器的国小学子 在进入国中后能避免学习断层的产生 竹乐团团长罗凯远也希望透过乐团的持续努力下 能获得更多学校认同都能一起来推广 我们跟竹山国中在接下 未来有可能是竹乐社 因为秀宁国小的学生现在有一个竹乐团 他毕业后面临到竹山国中就断层了 像竹山中的国小也是学竹音乐到国中断层了 希望在国中方面成立一个竹乐社 现在在校长在努力之下 最近会开出一个竹乐社让学子比较断层 我们也很欢迎认为很多学生都可以来这些东西 因为目前学校有就是我们秀宁国小跟中和国小 还有中和社区 还有那个副座社区那个竹乐国 这就是竹乐文化 所以我们就由竹山这个学校点线面慢慢的托广 一间过一间 让他们的学生及那个认同竹山的竹音乐 慢慢的推广出去 先远吴瑞芳长期支持竹路竹乐团推广竹乐器 此次感谢乐团的用心 积极走入校园 推广竹乐器这项地方特色文化 让孩子们深入认识 也鼓励孩子们日后有机会都能够一起来学习 竹石是我们竹山这边生产的 到处都是竹石 所以能够拿来做乐器 非常的不简单 所以我们就来竹乐器来推广 今天在瑞祖国小这边 我们罗凯元带领家团队来这边表演 也有很多小朋友 还有老师 他们都来欣赏 感觉非常不简单 竹子既然能够做成乐器 希望小朋友 能够也来学习竹乐器这一块 医长和送风 肯定竹路竹乐团发起活动的用心 相信透过乐团走入校园 推广竹乐器所演奏出的美妙竹音乐 一定能够让孩子们更加认识竹山特色文化 并激起学习意愿 除了为成长有所启发 日后有机会也能够协助推广这项竹山特色文化 明星人卢与凯专题采访报道